攀樹到底樂趣在哪裡 對 樂趣在哪裡 要自己上去才可以感受到 真的嗎 會不會我上氣 上氣 你才來上去玩 我們兩個有比較熟了 會不會我上 上氣 上氣會怎麼樣 會不會我上去 我覺得沒什麼樂趣 有可能 這可以玩盪鞦韆嗎 可以可以 但是他如果害怕的話就 不會這個高度很舒服 好好玩喔 這個高度我可以耶 還是我們就到這就好了 也不會像爸爸帶你們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爸爸知道 這樣很浪漫耶 可以耶 舒服喔 很舒服 你在這個原野當中 山林當中 哇 哇 好了啦 我可以下來了 小鐘哥 還有到樹上去把妹的 也有看過 樹上還可以把妹 對 真的還假的 好可怕喔 不敢爬對不對 他還有心情把妹啊 我只想趕快下去 哈哈哈哈 讓你先 但是我覺得 你的另外一個腳的鞋帶好像又掉了 對 哈哈哈 我幫你綁好右腳 你左腳 但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你也算是很 很努力的一個女生 因為有到達這個地方 嗯有到達這個地方 而且你 根本我們原本是想都不敢想 可以到達這個地方 但我們最後 硬著頭皮上來 對 雖然我們的腳步比較慢 但我們最後還是到達了 我們還是做到了 嗯做到了 這我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忘了 我也不會忘 對 那在聊天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男生一直句點你的話 反而是你一直要找話題 那我就會覺得 那這個男生可能對我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一直覺得 你剛才說你喜歡陽光幽默的男生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幽默感 在 不管是在交際啊 或者在 人生的旅途中 伴侶中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跟一個無聊的人交往的話 對 基本上跟慢性自殺很像 對 而且我跟你講我是雙子座 對啊 你會覺得你的生活就是很無聊 譬如他每天就在 在那邊打他的電動玩具 然後也不理你 你不覺得這樣 那這樣不行耶 你還是要找個 讓你生活有色彩的人 就是即便在一起很久 你還是會覺得 有一些新鮮感這樣子 而且我現在 我發覺到一點 譬如說我跟你聊天 或者我跟某一個人聊天 我大概聊個幾句 我就知道我跟這個人的tone 合不合 那你覺得你跟我合嗎 我覺得你是一個 原本我會以為說 你的外表會有點不敢靠近你 因為你平常 譬如說你上節目的話 你都很 不大跟人家講話 不像鈴蛋 對 因為我的個性 比較悶騷一點 因為我其實 其實我遇過你兩次 你是不是對開快車有恐懼感 我先回台北囉 這是開得到台北嗎 開得到嗎 中漢 到不了 我回轉一下 我跟你講 中漢 你有把握追得到他嗎 我來叫一個妹妹 妹妹來 我剛剛的速度算是 怎麼整個來講算是怎麼樣 慢 稍微慢一點 你都很好耶 那他的速度呢 快一點 是快很多還快一點 超快的 你覺得到他嗎 真的 真的嗎 唉唷 要不要 他是專業的耶 對不對 要什麼 我派出我的 傭兵 好啊 你要跟他比嗎 好 真的嗎 你要跟他比 唉唷 你 上 我們三個來 好不好 你會在最後面 好來 計時十秒 GO 哈哈哈哈 明北卡 你不要啦 哦 差一點 差一點點 我追上你了 你追上我了 我追到你了 其實我的幽默是來自於我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 我很想把快樂帶給大家 我想譬如說 OK 我們大家整個團隊出來工作 我也會希望譬如說攝影師 或者化妝師 或者其他的導演或什麼 他們可以很開心 這一趟的旅程 就是開心的 對 我是譬如說在 譬如說我常常跟朋友去吃飯 然後如果很悶的話 我就會跳出來 然後開始 你就是氣氛噹噹啊 對 我就會讓大家 有你在就不無聊 是一個開心的一個 因為我覺得既然都要吃飯 為什麼不開開心 那我想問你 你自己會有很想要安靜的時候嗎 我一般 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安靜 因為我回到家也不知道跟誰說話 怎麼有點可憐 那如果 而且這種日子我已經過了四年了 小鐘哥 我想問你 你為什麼想要來參加這個節目 我那時候製作單位邀約我 他就說 鐘哥 你不是很想脫單嗎 我說我很想脫單 我說可不可以找一個我覺得不錯的女生 我想說跟她多了解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脫單 然後我就會來上這個節目 那你為什麼會來上這個節目 因為我會想來上是因為 因為平常其實大家都覺得我很多人追 但其實沒有 沒人追你嗎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你很多人追 那我好像機會就變少 他就不會想要來追你 而且你看現代的男生 哪有什麼追不追 DOMAS那種就是 你請我願啊 就在一起的 就不會有 但其實我也不是需要男生來追我的 只是說 我在這個工作裡面我也很忙 然後我也比較少有對象 可以相處這樣子 所以我也想說 可以來上一下這個節目 然後跟對象相處看看 有沒有機會 但我們年紀真的差的有一點 但是就是 因為我喜歡年紀大的 真的嗎 但是我以前有教過一個差10歲 最多就差10歲 對 那24歲是沒有接觸過 還沒接觸過 但是我願意試試看 就是相處這樣子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手 放在二號節下面的這條繩子 嗯 然後呢 把繩子往下抓一點點 把二號節往上推高 哦 重複這個動作 繩子往下抓 上面慢慢變緊了 沒錯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有點被吊起來的感覺 嗯 推到不能再推的時候呢 我們就墊個腳尖 然後手放開 慢慢的蹲下來 坐下來 嗯 你會被吊在這個繩子上 對 手可以放開沒關係 好 對 OK 很舒服 沒錯 就是像這樣子 好啦 下班 標準 好了嗎 可以了嗎 呵呵呵 所以啊 我們等一下在攀樹 往上爬的時候 任何時候你想要休息 都可以手放開 腳放開 好 沒有問題的 不會滑下來 不會不會 這個繩結會咬住你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終於要爬第一步了 好 首先要先把這個繩結 三號結往上推一點點 大概胸口的高度就可以了 然後腳踩進去 你可以選一隻腳 或是兩隻腳都可以 好 我覺得你兩隻腳會比較有力 兩隻腳比較有力氣一點 好 OK 這樣踩好就可以了 好 然後等一下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連續的動作 我們腳要往下踩 胸口往前靠 要用腳的力氣 把你自己站起來之後 推高二號結 手推高 對 謝謝 還不要急 推完手放開坐下來就可以了 好 一次就好嗎 一次就可以 我們試試看 所以我現在要站起來 然後把這個推上去 然後再坐下來 對 好 一二三 推 手放開坐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哦 這樣就一步了 哦 完成一步了 每一個步驟都是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 好 那我現在要教你們怎麼下來了 好 如果要下降的時候 要先跟下面的教練說 跟我說就可以了 好 對 隱隱教練我要下來了 沒問題 然後呢 你就要先把這個 放鬆一點點往下推 下降我們就不需要它了 好 然後再來呢 手輕輕的抓住這個二號結上面的阻止 嗯 然後慢慢的往下壓就會下降 哦 手放開它會停住哦 好 所以如果你壓太大力 哦 這樣就太快了 手就要放開來 好 手放開它就會停 不能這麼快嗎 對對對 慢一點點 慢一點點 哈哈哈 感覺你很上手 他學的算很快 十分鐘以內就 好 完成 他有慧根 我問你喔雅翰 如果真的男生說 第一次約會帶你來這個地方的話 會扣分嗎 大扣分 大扣分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結束這裡 哈哈哈哈 因為我怕沒分數 分數已經很低了 哇 等一下你上去 保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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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覺得好難綁 等我一下 教練也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戴著手套 OK 好 好 我覺得我上不去 不要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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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你放掉了嗎 好可怕 可以了 我這個吊床好搖喔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我覺得患難見真情 其實我覺得 因為小鐘哥他說他很怕這個東西 可是他都先讓我選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很貼心的男生 雖然他自己很害怕 對不對 我真的比你怕 但我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 女生嘛 女生我們就是lady first 我覺得平安歸來就是一件福氣 很幸福對不對 很幸福 有蟲對不對 會飛到你臉上 OK 沒問題的 你平常譬如說像這樣子的運動的話 戶外的一些登山啊 或者騎腳踏車啊 或者一些散步啊 這些活動你會做嗎 其實我蠻喜歡戶外的 你喜歡戶外 但是這種戶外我不行 太戶外 太戶外了 對不對 不會害怕 因為真的有蟲啊 但是如果像那種 比較健康的行程 比如說騎腳踏車 或者是爬山 我是OK的 真的嗎 因為我很喜歡騎腳踏車 我也很喜歡散步 我個人是蠻喜歡走路的 真的喔 而且我平常也 因為我都開車啦 我比較獨立一點 所以我很少搭計程車 喔 都自己開車 對 加上我工作很忙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也比較不走戶外 所以我個人如果其實放假的時候 沒有人揪我 我都是宅在家裡 跟貓咪玩 喔 那你喜歡動物嗎 我喜歡動物 但我喜歡狗 因為我覺得 男人很像狗 我說個性啊 那我突然不知道怎麼接 女生就很像貓 喔 你不覺得嗎 比較傲嬌嗎 對 可是現在的貓都很黏人 我想問你一個很簡單問題 譬如說這個男生 如果你對他有好感的話 你會如何讓他 你會讓他知道嗎 欸不會 那這麻煩了 應該說 對 應該說我會看對 你不會給他一點線索 會會會 但是我不會太主動 因為我不是一個主動的女生 那你會 會讓他知道 你對他 那你對他有好感嗎 會 譬如什麼方式 就是我可能會跟他 多聊天 我會找話題 我會自己找話題 譬如說你 你跟這個人 就是你對這男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會主動跟他聊天 而且會自己找話題 對 因為我以前 我那個年代就是 那你跟我說 你都大概比什麼 我們以前都是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為什麼 一 二 二 三 四 很厲害耶 其實蠻厲害的 六 七 哇賽 我以前都是這樣 那你現在新的有怎麼樣 新的嗎 不然就來一個這樣 你的是七 六 五 四 你有聽過一首歌嗎 什麼歌 一個日本的歌 可可可可可可呢 有聽過 有聽過 可以了 可以了 等下一個動作就這樣 咻 咻 嘴巴又嘟 對 好 一個就比 愛心好了 好不好 愛心 然後還有勒 我來看一下 你在 你是 欸我覺得半醜了可以 你半醜真的很醜 真的 我沒有拋圖 他不然這個好 這蠻可愛的 這個很好耶 這一張你真的很漂亮 這一張你很漂亮 然後這個 這個醜的 這個好不好 這樣是 我覺得蠻好的 1 2 3 好 要換囉 要換了 好來 6秒 6秒 5秒 5秒 4秒 3秒 快點 快點 還有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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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7秒 可愛的鬼臉 可愛的鬼臉 你看 還有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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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可以換 你要比什麼 要不然我這樣看你 好 好 可以換了 剩兩張喔 剩兩張啊 還有7秒 這個怎麼感覺啪啪的 1秒了啦 你還有10秒 來一個時尚的 時尚的 時尚 pose好不好 更認識你這個女生了 那你有覺得我有比較 跟一開始剛見面的時候 有比較 放得開了嗎 我覺得有耶 就是對 會有一點些微的差別 那你憑良心講 你是演出來的嗎 我沒有啦 哈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現在只是我們兩個在車上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段可以剪掉 真的沒有演對不對 真的沒有演 因為你平常也就這樣子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覺得你很 會很讓人家放心 很放心 對 然後就算就是你也 就算沒話題了 你也會開話題 就我可以很放心的 很自然的跟你聊天 就我也不需要想說 我下一個要接什麼 我下一個要接什麼 對 你覺得拍貼機好玩嗎 拍貼機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重點是 是替你找到一個新樂趣的 對 因為我覺得拍貼機 那個感覺很像 我們剛才就是 我們自己在玩投音那個感覺 對 我就覺得就是 有時候兩個人出遊的時候 如果你很自私的話 就吃完飯 就回家或幹嘛的話 就會覺得有點 這種生活有點無趣 那譬如說兩個人去 平淡之中製造一點點浪漫 對不對 唱一下 平淡之中製造一些些浪漫 哈哈哈 對不對 愛的能量 怎麼用都用不完 哈哈哈 很厲害耶 對啊 我覺得 感覺就很棒 因為我覺得這種才是真正貼近生活 因為我覺得這種才是真正貼近生活 啊 直接父親 哈哈哈 你講話 你真的會幫女朋友付清他的貸款嗎 我沒有付過女朋友的貸款 但我幫女朋友付過房租 他的房租 那你有跟他一起住嗎 很少 哦 對 那你全出了 因為他後面他其實 他的收入沒那麼穩定 哦 對啊 他已經 女生他也蠻有個性的 但我是偷偷的 就是放錢 哦 摘他皮包 用另外一種方式這樣 那你算是很棒的男朋友耶 我算是 我算是真的還 我有點老 老中賣瓜 自賣自誇啦 那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我的各方面是真的不錯啦 真的喔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說 如果你想要遇到更好的人 你就想辦法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有道理 啊你不是要讓我在前面嗎 哈哈哈 我 我超車囉 我在後面 保護你 不要怕 用力 用門用力踩 可以 你 比 是 哈哈 這有一個面具 你在幹嘛 你要是在轉彎的時候 有一個很快的感覺 你真的開車技術很好 飆很快 我其實是飆車仔 我這也不要在意 一點機會都不給 你有認真嗎 直線是最好搶的時間 加油 加油 距離好像被拉開了一點 加油 慢慢稍微慢一點 給他追上來一點感覺 慢慢稍微慢一點 加油 雅翰 快點 這個時候去追 什麼 什麼 你是 你是 換這個 我這個耳朵聽得到清晰 我不知道他有老話 我耳朵有重點 理所大聲點 還聽不到 實際上再說 沒有沒有 觀眾講知道你說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 你看我講 我不講 我已經講超過三次了 你說什麼 快點啦 我說 欸這裡有個吧檯 對啊 坐這邊 欸 在嗎 你要助跑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以為我要坐這裡 哈哈 我以為你要助跑 哈哈 我是要跑去哪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是跟女朋友在家裡 你也會就是一直這樣講個不停嗎 還是你也是會有 沒有他要跟我他講 因為我覺得還分享很重要 嗯 如果當有一天譬如說 你跟了另外一半已經沒有分享欲的時候 嗯 我覺得就已經差不多了 譬如說永遠都 譬如說熱戀的時候 有點話都說不完 嗯 那可是呢 交往一陣子之後 到最後他就說 欸寶貝我要睡了 或者欸寶貝 就只剩下報備而已 只剩下報備 那個時候 我覺得感情就已經走到盡頭 我覺得 每天就算是一些 我覺得小小的分享 嗯 就你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讓你開心還是難過 對也可以讓你的生活多了一些色彩 嗯 一整天相處下來嘛 嗯 對不對 我對你的感覺很多啊 那你對我的感覺 我還沒聽你講 好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知道是你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有點抗拒 也沒有抗拒 我就覺得說 欸這個節目會不會變成 就是已經不是戀愛節目 喔有點搞笑了 對對對 但是今天下來 確實是這樣 但是 欸我喜歡你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你 你喜歡我什麼 我這點怎麼了 就是說實話 但我還沒講完啦 好 請說 好首先呢這個 勾勾等一下會扣在你的吊帶上面 嗯 那我們從這邊出發 這個勾勾上面有一個球球 嗯 這個叫一號節 一號節 對 那它對面這個呢 二號節 喔 聰明 有天分 有天分喔 以後可以來加入攀樹師 我下一個支 攀樹師 然後下面有一個粉紅色的這個節 三號節 沒錯 就這樣子三樣東西 好 那我們就一個示範 來妳先 蛤我以為 我以為是要爬 爬樹耶 所以是用這個繩子爬上去 對對對 那我雖然就要攀樹 但是其實有點像是爬在這個繩子 那要身體要有力耶 對 手要有力 其實腳要有力 最主要是腳 手還好 好高喔 天啊 欸我跟你講我看你我比較可怕 因為那邊看過去很可怕 我老天兒啊 天啊 可以了可以了我們睡到眼了 譬如說出國的時候 對 你不拍照的時候其實你會很多回憶是沒有了 對 你會放棄 對你拍照的時候其實是留下你當時的一些想法什麼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幫女生拍照 唉唷 因為我覺得愛你的男生會把你拍得很好看 那你會就是會常常跟我一起去咖啡廳拍照嗎 喔 我會去找特別的咖啡廳 如果我們會有後續的話 我真的帶你去咖啡廳 然後幫你拍個幾張 然後你可以放你的IG或放你的粉絲團 我是拍出來的感覺應該是不錯的 好沒問題 那我們出來戀愛 你還是希望別人跟我們一起坐在這邊喝酒聊天嗎 我覺得就是前面可以 先喝了差不多就家門趕快回去 這是什麼渣男行為啊 哇 欸我跟你講這裡最棒的地方 這不單單是它的和室整個感覺是很舒服 你往外看 它整個這個窗很漂亮 I love you I need you 我們一起戀愛吧 我們一起戀愛吧 直到世界末日 想和你靠五月的晚霞 永遠溫落 在一起續續續續的流星 發願溫柔 只願等我愛的我們一起你 Oh what about you Oh what about you Oh what about you 想和你靠五月的晚霞 想和你靠五月的晚霞 流越人冷 在一起續續續續續的流星 發願溫柔 只願等我愛的我們一起你 Oh what about you 哇 哇配合得很好欸 我覺得你唱得真的不錯 那接下來我要寫一首歌給你 嗯 但是我現在靈感就是想一下 好 現在馬上創作嗎 對 我們來寫 因為我覺得你很喜歡旅行 我想要把旅行這個東西寫上去 好 好 讓我來寫你 我講你 來吧 我們要來給我 麻煩 吃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